铁路电气化工程是台铁与交通动力上的改善与改革 同时是顺应世界迈向现代化的趋势 未来通车之后不但提高行车速度缩短行车时间 更能让民众享受行车的效率增加运能 然而大家在享受便捷舒适交通运输的同时 电气化的安全主义事项仍有待民众 尽速来适应 共同配合所有安全上的规则 跨通铁路电气化是一项便捷而且舒适的设备 那也是我们一直引颈期盼的一项交通建设 过去呢很多时候我们受到天候还有地理环境的影响 交通上非常的不便捷 在于过去呢也是安全上的一大隐忧 那现在我们铁路局呢 无论是面对大自然的挑战或者是人为无法去抵抗的一些因素呢 还是呢很多工程提早来完工了 在铁路电气化当前呢很多需要民众来一起共同配合的安全规则 所以我们安排了今天的节目 让大家进一步来更了解跨通铁路电气化的辩解 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的处长陈淑惠 各位先生大家好 我是台东县政府观光旅游处处长陈惠 第二位是台铁花联运务段副段长吴京天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湾铁路管理局花联运务段副段长吴京天 第三位是运务段花联段的主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花联运务段应务主任 首先呢铁路的电气化要一段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适应期 所以请问一下副段长 有关于我们电气化所有的那个限度 就是高度的部分是1.5公尺 那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旅客 还有就是装载货物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那么电车线它是25,000伏特的一个高压电 所以它的安全距离是1.5公尺 也就是说接近这个电车线1.5公尺的范围 以内就会受到感电 所以说在装载货物的时候 就是第一个 可能你的这个货车可能要经过这个铁路的一个平交道 所以说这个装载的高度 一定要在这个限制的4.2公尺以内 另外就是这个捆绑的像帆布这些呢 要捆绑妥当不要这个到处飘到处飞扬 那么经过电车线才会去钩到电车线造成危险 另外就是人不要站在这个货车的上面 因为经过这个铁路的平交道的时候 可能已经在这个1.5的这个安全范围以内 这个超过这个1.5公尺 那么这个会赶电 所以说呢为了要确保安全 所以说这个装载的高度 这个1.5公尺的这个距离 特别特别特别要小心 另外就是说我们的沿线的这个居民 可能你的一个所有的一个平常的一个习惯 可能要做一些调整 因为这个电气化以后呢 火车的速度提高了 那密度班次也增加了 那这个在沿线行走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乡下人 有时候会下雨天过后去捡食这个 比如说这个蝸牛啦 那沿着铁路旁边在走 那等你感觉的时候呢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速度高达130公里 也就是每分钟是2100多公尺的速度 那么如果换算每秒是36公尺多 所以说等你感觉的时候 火车已经接近了 已经可能要闪也来不及了 另外就是临近耕作的这个农民 也要特别注意 就是比如说你要拿着竹竿啦 要到田里耕作啦 那个竹竿啦一定要平体 如果说你在接近电车线的时候 你是高举的状态的时候 有可能会感电 会触电 所以说这个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如果说明说我拿着气球呢 那小朋友会拿着气球啦 那个也是危险的 你在后车的时候呢 那个与其啊 有拿着比较长的这个货物的话 像有的拿着吊杆之类的 那就是一定要平体 不能高举 那很容易啊 在预约这个1.5公尺的范围 也会有感电的这个危险 那如果说在我们铁路沿线 如果说有这个施工必要的工程在施作的话 那有什么样的注意的一些限制呢 铁路沿线啊 电气化的这个沿线 5公尺范围内的 那么施工的话一定要申请断电封锁 断电封锁 像铁路局 对对对对 那么断电之后呢 你这个怪手啦 或者是要施工的话 就是我们已经断电了 那电车线就没有电了 你在这个5公尺范围施工是比较安全的 是的 那如果说 譬如说我们施工的时候 会有一些那种悬备的那种吊车 那这样子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危险 那还是一样 就是超过这个范围之内 你一定要申请断电 是 有时候是两条这个零线的话 双线的话 你虽然你操作的这一面的这个电车线 没有断电 那么临近那一条没有断电的话 那如果说没有保持1.5公尺的安全距离的话 还是有感电的这个危险 所以说民众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哦 如果说你们要施工 或者是有什么工程要进行 还是得要向我们台铁来做申请 以免就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危险 那另外呢 我要请教的是我们的曾主任 曾主任 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在宣导 那个民众这个经过停教道的时候 我们要停看厅 这个部分我们就已经宣导了 非常久的这个观念了 那未来呢 是不是有些注意的民众 在这个居家环境要特别留意的部分 是不是也请曾主任来 为我们来做分析 我想火车接近平教道的时候 那各种警铃警报 红闪光就开始作用 它动作8秒以后 这段气就会启动 没有裁电机车的噪音又安静 所以我们要特别请公路车辆或行人 经过土路平教道 保持15公里的县市 以及要通过平教道的进空 这个平教道会设置性高门 高度是4.6公尺 限制高度4.2公尺 像宜兰那边常常有钓鱼的 他们就拿钓杆 其实我们在乡下的地方 很多民众可能钓完鱼 我们钓杆没有收 我们就这样背着 这个情况 学会处长你也看过 那段长你以前在当站长的时候 应该也看到这样的情况 这个钓杆拿着背着 甚至于有施工的人 梯子我们就这样背着 骑着摩托车 他们就这样经过平教道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动作 那另外呢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民众 因为现在冬天到了冬季的时候 在我们沿海地区最会发生的 就是东北季风会很大 不小心这个棉被啊衣服啊什么的 被吹走了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曾经有造成过什么样子的危险 台湾是海岛型气候 冬天有东北季风 夏天有西南风 那如果风势起来的时候 提醒就是说 外面晒衣服或是晒棉被 要固定好 在台风季节的时候 我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垃圾 四胶带啊或是四肢啊 它就会吹到电车线 我们就常常为了这个 而电车线段落 像放天灯啊 放风针啊 或是小孩子玩冲天炮 这个都会危及我们这个 电车线的安全 刚刚呢曾主任有提到的就是说 这个放电炮这件事情 还有就是小朋友啊 可能就放着风针拉着线 哇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另外呢就是说在余电计划完工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安全护网 还有就是说民众可能我们洗完衣服啊 我们是不是从楼顶 我们就把水这样往外泼 这种动作 是不是也要尽量地避免呢 那像这个住家很年轻的 我们都会做防护网来保护 希望就是说这个提醒他们 不要任意由这个水来泼出来 在电话铁路沿线啊 万一这个消防队来救火的时候 也要先向车站来申请断电 因为电车线是25000伏特的高压电 电就顺着水这样就引过来了 就会这样子等于是就直接到自己身上来 是是是 哇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哦 铁路有一个紧急电话 零八零零八零零三三三 台语就零八零零八零零三三三三 很好记 所以这个电话打进去在哪个地方 有发生事情 然后这个紧急电话马上会告诉 相关的车站来做这个配合断电的措施 接下来我们要请教的就是我们的处长了 是不是我们地方政府也要来一起来配合来宣导呢 其实台湾的铁路电气化已经四十几年 我们东部的县民是比较缺少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其实明年为了迎接 就是说明年我们的电气化 在县政府的部分我们就觉得说 其实现在网路非常发达 所以网路的一个宣导是很重要 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很多乡亲 其实他基本上不太看网路的 那所以其实我们的环保局也针对所谓的 大家每天会丢垃圾 那个垃圾车它的不管是布条或者是它的声音 去做这样的宣传 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 因为学生有时候老师讲了什么 他回去就可以跟家长讲 所以教育就是属于学校的这个宣导的部分 我们也会做 那几个主要的观光 就是属于游客常常进出的地方 这也是我们一个宣传的广道 那当然我们像我们县政府 每个月的一个县政专刊 县政专刊里面所夹附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 为了迎接这个电气化 县政府的确也是 就是不管是从所谓的无远幅界的网路 或者是实体的 我们都是配合台铁局 就是从这一个部分来做宣导 所以说建议其他各乡镇也是一样 那另外呢就是铁路电气化之后 对各地方那尤其是说我们台东县 会带来什么样子的利多 还有跟我们民众来讲一下未来的一些愿景好吗 其实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回家的路变快 变得更迅速 很多外地在工作的乡亲 不只一个买不到票 第二个坐火车要坐很久 那我觉得电气化以后 这两个问题都很实质的可以解决 那也可以让大家回家 看家人的次数变多了 那当然第二个部分就是实质 我们讲的观光客 就是各地观光客 它班次变多 速度变快 那一样 它来台东的次数相对也会增加 所以我们会认为说 除了我们自己的县民 连外地的游客要来到台东 它就会比较多 那在这里下 就自然就会有很多的不同的产业 也可以真正的带动起来 所以说 其实我们在铁路变气化之后 邓长 以后我们从花莲 不要说花莲 到台东 台东到花莲 我们甚至于说 从台东到台北 这个时间上我们有多快呢 那现在的行车时间 大概在五个小时左右 那么以后呢 缩短到浦游马 可以缩短到三个半小时 三个半小时 对对对对 这时候会创造一些时间的效益 所以这就是运能 对不对 我们所谓的这个铁路的运能 交通的运能 那未来为我们带来的就是所有的 完光的愿景 对不对 淑慧书处长 对 没错 不过我们更期待的是说 这个浦游马到了台东以后 它还不是一个环岛铁路网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我们南边的那个 南回这一段 虽然预期是2016年 可是我们也是希望 这最后一顶路 能够让台东赶快达成 然后让台东的民众 真的是南北都便利 是啊 那所以说我们台铁 就要贴那个快马加鞭了 这是压力的来源 那个整个东线的一个电气化完成 我们接着就是 南回电气化的东工开工 所以说这是一气呵成 那么这个整个2012年以后 整个环岛的电气化的铁路 就要形成 那么台东呢 往南往北都是 有这个电气化的这个火车来乘坐 可以更加的便利 这个时间的缩短 是 那我们也期待说 我们台铁呢 带给我们所有的乡亲 更为便捷的一个交通 那我们的运能增加 还有我们的效率提升的同时 我们在享受这一项这个建设 我们也一定要密切的注意 要把所有的安全来留意 要注意到 希望大家一起来配合 谢谢今天各位的观赏 谢谢大家今天的光临 谢谢 发动铁路电气化工程 是一项令地方 经济起飞的重要建设 在提供社会大众舒适便利的同时 也期待大家密切注意 一定要遵守安全上的配合 掌握了舒适便捷的电气化运输服务 也务必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相信未来更能够让蓄势待发的东部地区 迈向蓬勃发展的新纪元 迈向蓬勃发展的新纪元 vizion 治疗 务 优优独播剧场